我們現在要準備開始介紹電流 但在講電流之前要先解決一些小事 第一個呢,我們就要講一下什麼叫做電路 上面一些什麼東西,介紹一些符號 另外呢,我們還要講一下串連跟並連 我們把導線,把一些東西,電源,各種電器連接起來 就叫做所謂的電路,就是各位 之前做活動,我要你把它接起來,就是所謂的電路 電路裡面要有一個提供電的東西,就是電源 要把它連在一起的東西,就是導線 然後我接上的東西,就是一些電子元件 或者我們這邊寫電器 就是一些東西要用到電,然後產生作用的東西叫電器 所以要有電源,要有導線,要有電器 然後接在一起,就構成所謂的電路 然後我們平常是用一些符號來表達這些東西的 所以呢,就是構成所謂的電路圖 然後我們有一些符號 然後呢,畫一畫,就變成電路圖 等一下就會看到實際的例子 把它解決下來 那你就要曉得認得這些電路的符號 講印上也有,這裡也看得到 這裡除了第二個交流電源,我們平常很少出現之外 其他的都是我們平常考試上課等等之類 經常會用到的符號 電池,有一個長,有一個短,長的是正體,短的是負極 然後有一個電流劑,這上面寫的是MA,所以又要叫做毫安培劑 如果是A就叫做安培劑,電流劑安培劑 然後下面一個V的叫做福特劑,這兩個是我們上課要講的重點 如何使用安培劑,如何使用福特劑 然後下面是一個電阻 有些國家的符號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就不要理它 我們台灣就畫成這樣 然後下會燈泡 對一般的題目而言,燈泡就是一個電阻 燈泡就是一個電阻 然後還有一個開關 就是我們平常 我們上課教的,考試考的 經常會用到的這些電路電子元件的電路的符號 看一下,記得它是什麼東西 那麼一個叫做通路 通路就是你從電池的出發走一圈走的回來 可以形成一個封閉的回路,可以繞一圈回來的 那這樣就叫做所謂的通路 我們從正極出發可以繞一圈回來 那這樣就叫做所謂的通路 當我行程通路的時候就會有電 然後燈泡就會亮 燈泡就會亮 那如果中間開掉了 過不去了 就叫做所謂的斷路 斷路 所以我走一圈 走到這裡過不去了 斷掉了 所以這稱為斷路 斷路上面就不會有電流 燈泡就不會亮 燈泡就不會亮 那麼所以一個通路會亮 斷路不會亮 還有一種情況不會亮 叫做短路 有些老師在這裡就教了 就教短路了 我沒有 我會放在後面 等下學期的時候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短路 所以有一種考級就是畫一個圖 然後問你燈泡會不會亮 哪些燈泡會亮 哪些燈泡不亮 通路就會亮 斷路不亮 還有一個不亮叫做短路不亮 我們這裡我是下學期才教短路 有老師這裡就教了 這叫做不會亮 這叫做通路跟斷路 那另外一個就是串聯跟並聯 有好幾個電池 有好幾個燈泡 有兩種連接方式 一種叫串聯 一種叫並聯 串聯就是對電池來講 就是正負正負相接 頭尾相接 正號負號正號負號正號負號 正負正負相接 這樣叫做串聯 我們做活動的時候給你寫過 給你看過了 讓你實際上操作過了 這樣叫串聯 燈泡本身是沒有正負級的 燈泡是沒有正負級的 所以它就是這樣接成一串 跟我們吃的那個糖葫蘆一樣 那接成一串的 就叫做所謂的串聯 所以呢正負級相接 然後接成一串的 這種連接方式呢 就稱之為所謂的串聯 另外一種交法叫做並聯 並聯就是大家的正極接一起 大家的負極接一起 所以你在圖上面看到 電池的所有的正極都接在一塊 所有的負極也都接在一塊 這種正極接一起 負極接一起的叫做並聯 那麼燈泡並沒有正負極 就是把它變成這樣子形狀 排排做吃果鍋的 並排在一起的叫做所謂的並聯 所以所謂的並聯就是所有的正極都接在一起 正極跟正極接在一起 所有的負極都接在一起 負極跟負極接在一起 那就有兩種連接方式 然後引申到後面 就會有所謂的電流的串聯並聯公式 然後電壓的串聯並聯公式 以及考試題目的時候 你因為曉得一些事情 你它是串聯的會怎麼樣 並聯會怎麼樣 可以做一些計算 所以你要知道它看的圖看得出來 它到底是串聯的還是並聯的 OK 就跟各位介紹一下 請認得這些電路符號 請曉得通路跟斷路 什麼情況燈泡會亮 什麼情況燈泡不會亮 然後知道一下什麼叫做串聯 什麼叫做並聯 OK